懂手机的人都在选什么机器 我是真不知道 但是不懂手机在选什么机器 我是真的懂 什么华为卖的叉 看都不用看它的价格 只要一看到华为最贵的手机 折叠屏买 不管你是荣耀 什么续航更好 屏幕更会 根本就不看这些东西的 包括iPhone的最新款 它管你多少钱 出的 管你官网价多少 甚至他根本就不在乎这些东西 随便去问一个手机犯的 问一个自己的朋友 这个手机卖多少钱 你们现在能拿到吗 给我来个什么1TB版本的 好直接去买吧 甚至从来都不知道 iPhone14 Pro Max官网卖多少钱 还更别说什么 拼兮兮百亿补剑什么狗动 从来都没有去看过 这些平台这些产品的价格 再去看看那些懂手机的人 到底在买什么 欧凡的还自流不受败 小米13奥区 还是努比亚Z50S 这些可能都不是 你在一看它是啥的手机 你看好像是一个红米 还是红米脸三年前 甚至更早出造K20T30T40 这个世界它就是如此的搞笑 真正懂手机的人 对这部手机了解得非常特地的人 它可能从来都没有拥有过这部手机 它真正不懂手机的人 它从来都没有关心过 这个还有什么运行通讯的功能 它都不知道这个运行通讯的畅脸里面 它更不知道这玩意 它居然是防水的 它这个水屏幕进了之后 还能在上面触摸 它甚至更不知道 这个iPhone的隔空头头 居然是它的看家 人家从来没用过这些 所谓的懂手机的人 但是正因为这些不懂手机的人 每次都在买 每次都在用 所以稳住了旁边的销量 是不是特别搞笑的一件事 其实感情也是如此 懂它的人呢 一直都想用来它 却怎么也得不到它 不等它的人呢 却一直可以让它待在你的身边 就算你换下一个 它其实也会 不信 这个我接着 谢谢吗 我想 ja 又 还有 想